自今年3月12日起,意大利修订版疫苗,接种法洛伦起法,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 根据新法案,该国6岁以下未接种预防水痘、脊髓灰质炎、麻疹、腮线炎和风疹疫苗的儿童,将无法在幼儿园入学。 同样在3月,意大利籍右翼政党联盟政客马西米利亚诺费德里加Nasimiliano Fabrega,因感染水痘,住院观察了4天。 这看似关系并不大的两件事,却在近日被专业人士发现了香蕉点。 费德里加对该法案,曾经是持反对态度的。 据英国独立报,3月19日讯息,透露费德里加德水痘住院的,正是他本人。 目前,他已经出院回家,但依然在养病中。 然而15日,意大利知名微生物学家罗伯托布里奥尼Robito Burione,却曝光了一个先为人知的细节。 2017年,意大利曾爆发大规模麻疹。 前卫生部长阿特利斯洛伦奇Biatris Lawinzin,便签署了这份疫苗接种法。 然而,法案府一出台,就遭到了不少反对声。 当时在意大利众议院任职的费德里加,更是通过脸书发帖,猛烈抨击了其强制性。 包括西班牙先锋爆在内的多家西方主流媒体,都报道过此事。 费德里加在文中称,虽然他已经给自家小孩接种了疫苗。 但他认为,政府不应该胁迫所有父母,都带小孩都去接种。 因为打了疫苗,也不一定管用。 他建议政府要和每个家庭站在同一条战线,而不是对立面。 布里奥尼翻出这番颇具讽刺意味的言论。 希望费德里加住院事件,能为至今没打过疫苗的人敲响镜钟。 接下来,他又在自己的医学知识科普网站Medical Facts上发表长文。 进一步强调水痘的严重性。 水痘是一种具有传染性的危险疾病。 和很多成年人一样,费德里加从小到大都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哪怕他成年后再去补打疫苗,现在也会很健康。 他继续写道,这类成年人一旦把病毒传染给孕妇,就会大大提高堕胎率和新生儿畸形率。 医院从不削少医水痘住院的病人,他们因为自己或身边的人没有接种疫苗,正遭受地狱般的痛苦。 你看,你也想成为其中之一吗? 避免这种悲剧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每个人都去打疫苗。 如今,不少网友都在推特上嘲笑费德里加,但后者却极力否认自己说过这些话。 国内网友也开玩笑道,可不! 得完水痘正好接住反疫苗。 对你自 biggestbroken想的佛兵数。